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在泰国的曼谷 跟大家见面 并向大家汇报自己的修学的体会 因为今天这个奖是临时安排的 本来是老和尚讲 老和尚说让我讲 他今天上午有客人 所以大家可能会很失望 不过我尽力给大家讲好 尽力讲好 我问师父上人 我说我讲什么题目 师父说呢 你就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么这个题目对我来讲也很突然 那么 讲得不好 那请大家原谅 就是我是学佛有六年时间了 从07年开始 到今天已经有六年时间 六年的学佛的历程呢 给了自己很多的启发 自己很多的体会 学佛呢 实际上就是学做个明白人 学做个明白人 那么没有学佛之前呢 确确确实实是不明白 不明白 我呢 1955年出生 完了以后呢 小学四年级 十岁的时候 那么中国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呢 一下子搞了有十年 动乱 就到了七六年 那个 是自己从十岁到二十岁 二十岁 这十年 所以这个十年呢 国家处在动乱的时期 那么这个 伦理啊 道德啊 因果的教育都没有 所以在这最关键的十年呢 实际上是 生长在动乱的年代 跟咱们海外的华侨啊 海外同胞不一样 你们没有经历过这种大的动乱 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没有政府 也没有组织 也没有权威 也没有领导 都是红卫兵啊 造反 所以我从红小兵啊 一直干到红卫兵 都是这个 那时候都是停课闹革命 也不上学了 上学呢 就是砸桌子 砸窗户 骂老师 这个大同学 就是这个 无法无天 所以这十年 对我们来讲呢 特别是对我来讲 这个 是 就是很 很灾难性的十年 不仅是我了 全国那时候 都这样 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所以我们的成长的这个 这个 这个十年啊 是非常 非常悲惨的十年 那么 76年以后呢 中国就 就是开始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以后呢 当时 自己呢 正在农村插队 农村插队完了以后 这个 那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每个月只有十块钱人民币 生活很艰苦 大家住在一起 住在集体宿舍 所以呢 那个时候自己呢 觉得自己很委屈 自己很痛苦 当时呢 人生啊 唯一的目标 就是希望什么呢 就是希望 能够从农村出来 农村 能够从农村出来 能够不在农村干活 能够回到城市 能够 挣一份工资 能够有城市的户口 那么城市的户口 意味着呢 因为在中国 城市居民 跟农村的居民啊 它国家的补助和待遇不一样 在这个 农村这个 没有很多国家给的福利 你像我们在城市里边 每个月 每个人有油啊 有豆腐啊 今天说起来 好像大家觉得 都不太理解 那个年代 我们是确实是计划经济 城市居民有很多富士 富士就是像油啊 像这个糖啊 像鸡蛋啊 像肉啊 都是定量供应的 而在农村就没有这个 这么一种 基本的生活都没有 所以呢 特别想进城 那么 这个 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了呢 就 就从农村招到城里来了 当时我人生呢 这个 觉得最幸福的 就是希望能够从农村呢 回到城市 回到城市了 按道理说就应该幸福了吧 你不是盼着这个吗 是吧 在农村插队两年半 每天这个 种地 喂猪 是吧 这个 浇地 撒粪 割麦子 是吧 收老玉米 很辛苦的 那么 不满足了 到了城里以后 就开始又不满足了 就觉得 那时候在一个法院里工作 法院 搞记录 人家法官在问 我在旁边记录 那有工资了 是吧 也算城里人了 也能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 这不是挺好吗 这个时候呢 中国又发生了变化了 就是要恢复高考 可以考大学 那个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啊 中国的大学处于瘫痪状态 大学不教书 它是一个革命的地方 那么什么人能上大学呢 都是领导说了算 不是考上的 是叫工农兵大学生 从工人农民跟解放军当中啊 去选学生 不需要考试 只要政治表现好 就能去 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学呢 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学习的地方 是一个革命的地方 那么 改革开放开始呢 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 可以考大学了 不需要这个单位送你去上大学 是通过全国统一考试 考及格了呢 你就录取 考不及格呢 你就上不了大学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的这个人生啊 最高的追求 认为最幸福的事情了 又从农村回到城市 这个目标 变成了呢 能从城市考上大学 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 最幸福 能上大学啊 能学习啊 你看就觉得 能上大学是最幸福 所以千方百计的 就复习考试 当时也挺不容易 因为那个学习 已经断了一段时间了 断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再恢复复习 准备考大学 实际上是比较困难 但是呢 当时自己的追求啊 就是想上大学 当时心里呢 也想 很多人劝我 说你要上了大学啊 你要 就可能被分配到外地了 你可能回不到北京了 我当时想呢 只要能让我上大学 这个让干什么都行 让我去哪儿 过日子都可以 只要能上大学 这个欲望又第二次 发生了变化 觉得上大学是人生 最高的追求 最高的享受 那么 就复习考试 就考上大学了 考上大学呢 这就到了77年 76年改革开放 77年考上大学 考上大学完了以后呢 在大学这四年呢 大学生活 做学生 那一个阶段呢 自己的人生 最高的追求 是什么呢 就希望出人头地 在班上 想争第一 想呢 都比别的同学 学习好 学英语吧 要争第一 学数学吧 要考第一 就是要压倒别人 要显示自己 比别人能力强 要当最优秀的学生 事事处处 都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那么考上第一了 考上一百分了 比如说有些功课 学得不错 像我的英语吧 我觉得学得挺好 那么考第一了 就沾沾自喜 如果说班里 有其他同学 学习比我好的 就嫉妒 就难受 特别不舒服 那么 而且因为每一次 都抱着这种 要争第一 要出人头地的 这种态度呢 所以学习的过程当中 总是焦虑 紧张 不放松 所以呢 考试的时候 经常发生的 这个失去状态的 这种现象 所以大学这四年啊 学了很多知识 但是呢 从自己的内心来讲啊 今天回过头来看 确实呢 增长了自己很多的习气 自私自利啊 明文立扬啊 是非人我呀 供高我慢呢 都在大学这一阶段 得到了很大的这个 很大的发扬 很大的增长 那么 所以大学这四年呢 就是要跟别人比高低 这是我人生最高的享受 压倒别人 比别人强 这个特别舒服 特别高兴 那么四年的大学生活 很快就要结束 就面临着分配问题了 原来上大学之初 我刚才给大家汇报 说了 只要能上大学 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行 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行 到这个时候就变了 面临分配啊 那么当时中国都是计划经济 谁去哪儿都由学校说了算 不是自由选择的 所以回北京的这个指标呢 是非常少的 我虽然是从北京来到这上学 但是我能不能分回去 这个完全由学校说了算 所以就可能回不去 有可能分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去生活 当时自己呢 就特别紧张 因为呢 想回到北京 爸爸妈妈在 北京是我的家乡 但是不一定啊 因为我记得好像当年 我们班上四十多个同学 只有三个回北京 所以呢 当时人生的目标 又发生了第三次转变 就觉得无论如何要回北京 让我回北京干什么都行 做什么工作 挣多少钱都没关系 只要能回北京 那么最稳妥的一条道路呢 就是考研究生 那时候中国已经开始 从恢复大学 开始恢复研究生了 读这个硕士学位 那么我就努力啊 奋斗啊 准备考研究生回大学 上回北京 所以当时呢 人生的目标又发生了变化 就第四次变化 第一次是农村出来 第二次是能上大学 第三次在大学当中争第一 第四次从大学毕业回北京 一直向外边找幸福 找美满 找依靠 回到北京之后 读了研究生了 考上了 非常不容易 三百多个 我们那一个学生 要三百多个报名考试的 我就三百里边选一个 就选上我了 选上应该踏实了吧 大学也上了 北京也回了 农村也出来了 不行了 为什么 那时候开始做生意了 中国开始开公司 开始做买卖 穷啊 研究生哪有钱啊 一个月才五十六块钱 坐出租车也坐不起 到餐馆吃饭也去不了 没钱呢 穷学生 研究生毕业以后呢 就到一个研究所去工作 到一个研究所工作呢 这个当一个工程师 没多少钱 最后呢 这个研究所开了一家公司 就派我去那当经理 我特别高兴 为什么呢 可以多挣钱了 觉得有钱好啊 当时生活太困难了 买个洗衣机都买不起 这个更不要说出国了 这个买个照相机都没钱 这个每天每个礼拜 得自己洗衣服 洗床单 那个时候每个礼拜 只休息一天 打开水呢 为了节约点煤气啊 都得到 人家那个研究所的食堂 去当人打开水 自己不烧 因为自己烧开水要花钱 到人单位那边去 打开水呢 不花钱 骑着自行车 送孩子上幼儿园 挺艰苦的 那么就一心想挣钱 后来单位领导呢 就觉得我们年轻啊 这个脑筋活呀 做买卖吧 那时候中国已经开始 改革开放了 各个单位的 这个工资啊 是死的 但是人们都想多挣点钱 多挣点钱 你得到外边去多挣钱 所以每个单位都成立公司 在社会上去挣钱 挣回来的钱给单位 单位能发奖金啊 能提高大家收入 我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就去公司工作 那就不一样了 到了公司 那就有钱了 哎呀 觉得做买卖真好 这个什么上学 回北京啊 这都不重要 有钱多好啊 太穷啊 那时候 所以觉得有钱是最幸福的 打那以后就开始抽烟 喝酒 下餐馆 然后去歌厅 你想做生意吗 当个买卖人 觉得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没有比那更享受了 出门就可以坐出租车 不用骑自行车了 也不用挤公公bus 是不是 然后到餐馆吃饭 鱼啊 肉啊 好吃的 酒啊 烟啊 那都是不用考虑价钱了 做生意有钱了 所以觉得很享受人生 完了 这就可以了吧 又不满足了 就发生第五次变化 可以出国了 想出国移民 觉得国外比国内好啊 美国啊 加拿大啊 那比中国好多了 中国当时还是落后啊 还是穷啊 还是乱啊 国外 我们当时 也有些机会到国外去 出国啊 采购东西 所以发现呢 国外太好了 太漂亮 太美丽了 太干净了 而且人有礼貌 国家又不乱 生活条件又好 那时候中国连超市都没有 你想到了国外超市 琳琅满目的商品 是吧 那时候中国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 到了国外全是高速公路 那时候中国也没有私家车呀 车子也少 到了国外一看每个人都有车子 那时候中国也没有别墅啊 我们都住在这个单位给的房子 这个70平方米 一居尺的 现在叫batchel One bedroom 一个房间 到了国外觉得人家那个房子也大 车子也多 生活也好 穿得好 吃得好 特别羡慕 所以当时呢 觉得人生最高的享受 是应该到国外去生活 到国外去做 过外去过呢 国外人的日子 比中国强 当时重阳媚外 觉得外国的歌曲也好听 外国的服装也漂亮 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 所以当时呢 就觉得 要去国外 一门心思要移民 先去办美国 没办成 最后办了加拿大 办成了 就到了加拿大了 办了移民 这个时候应该好点了吧 是吧 如愿以偿啊 到了加拿大呢 头两个星期还可以 也买了房子 是吧 但是实在太安静了 没朋友 这个地方 讲中文也不行啊 没人跟你讲中文 一天一天的见不着人 是吧 那送报纸的一来 特高兴 就拉人家聊啊 人家挺忙的 对吧 那送报纸 哪有时间跟你聊 看收垃圾的 特高兴 拉人家聊天 闷啊 加拿大多闷啊 也没有朋友 也没有生意 安静的就跟火葬场似的 是吧 没人 所以 觉得太闷了 还是想回国 觉得这个地方过得没意思 没有刺激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 有很多小学生啊 到各家各户来 要donation 我们是爱鸟协会的 比如说爱鸟 loving birds 是吧 那到时候爱鸟协会呢 你给点钱吧 我就跟人家聊半天 最后给人五家园 特高兴 一会儿有这个 爱什么动物协会的 就到家里来要钱 就特别高兴 闷 觉得这种日子不能过 还是要回国 回国 所以觉得好像出国没什么意思 到了那儿不过如此 不如北京 不如这个热火朝天 做生意 见朋友 谈买卖 签合同 成天花天酒地 那多有意思啊 是吧 国外人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 非常健康的 当时呢 享受不了这份健康 觉得那个日子 简直是坐吃等死 一点意思也没有 所以对国外大失所望 就是咱们讲话 吃着碗里还想着锅里 既要享受国外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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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丰富的物质生活 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 在国内的这种 贪嗔吃慢的生活 所以呢 就是特别难两全 就回到国内 回到国内完了以后呢 就是继续做买卖 那个时候啊 我就得了病 癌症 肺癌 六四那年 八六年 八八九年 六四年 那个医院也都不上班了 自己老发烧 老咳嗽 就觉得不对 身体没劲 但是那时候医院也都没 没大夫 学生都上街了 去闹去 后来到了十月份 实在不行了 就咳嗽都出血了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 大夫说你这个 问题严重 十月底嘛 问题严重 说你这不仅是癌症 而且还转移了 当时呢 就说晴天霹雳 就是天上打一雷一样 吓 吓坏 那时候才三十五岁 孩子才五岁 正是人生 年轻的时候 最好的年华 得这个病 而且大夫当时跟我说呢 我就问大夫 我说我这 我这一个礼拜 当时都没起来床啊 吓得 癌症啊 就觉得这个玩意儿 就昏天黑地啊 就觉得人一下子就 就面临这么大一个疾病 而且这个疾病是威胁生命的 所以当时觉得特别的压力大 紧张 紧张 悲痛 我就问大夫 我这能好吗 大夫说能好 我说这个 但是他说一般两万个人里边有一个人能好 两万个有一个 二万分之一 我说我这个 那就没戏了 对吧 你两万个才有一个好的 我怎么就能保证我剩下一个呢 大夫说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这个东西你想也没用 那我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配合治疗 他说我说我怎么配合治疗啊 想吃点什么 吃点什么 想喝点什么 喝点什么 那意思就这样了 治也没用 所以当时特别沮丧 就觉得当时第六次 发生人生的追求 只要能让我活着 让我扫大街都可以 让我掏马桶都可以 别让我死 人生最高的享受活着 第六次发生变化 什么大学啊 什么挣钱啊 什么移民啊 全抛在脑后了 觉得生命最重要 不能死啊 不能死是为谁啊 为爸爸妈妈吗 不是 为孩子吗 不是 为家庭吗 不是 就为自己 我死了 我再也享受不了人生了 也不能喝酒了 也不能抽烟了 就没我了 这世界上 多绝望啊 而且我当时特别嫉妒 怎么那么多人都不得癌症 就我得癌症了 是吧 而我有些同学同事 人家家里好几个孩子 没有一个得癌症 我们家就俩孩子 就有一个得的 特别的心里不平衡 而且当时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 做手术的时候 看见扫大街的 扫院子的 看见送饭的 厨子 看见打扫卫生的 哎呦 真羡慕 哪怕让我打扫卫生啊 让我活着都行啊 刷个厕所 我都不嫌弃 在座诸位 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 就是得癌症这种场面 所以呢 当时觉得 天昏地暗 天崩地裂 那么 就想呢 活着最好 剩下都不重要 当时呢 我记得我那个心情啊 特别沮丧 这个 进行了三年的治疗 做了手术 八次化疗 每一次化疗呢 一个疗程21天 治疗11天 休息10天 这11天就和地狱一样 每天吐 头发全掉 这个 整个这个 因为它这个 打这个化疗 打这个药物啊 它这个 哪儿的细胞生长快 它杀哪儿的细胞 所以我当时嘴里全都是血 肠胃道 黏膜啊 全都受到伤害 吃也吃不下去 一个小时呢 60分钟 得吐十次 就得抱着那个脸盆呢 就不能松手 这个 我母亲来看 我身上有炒菜的味儿都吐 早上起来也不能刷牙 一刷牙就恶心 听见那个楼道里送饭的车呀 医院那个楼道送饭的车 一听着车响就想吐 条件反射 所以从早晨六点钟就开始吐 一直吐到晚上九点 才能休息 休息呢 就吃点西瓜 喝点水 吃什么吐什么 最后把那个胆汁啊 都吐出来 那大夫就鼓励吃啊 必须得吃 不吃不行 所以呢 三年的治疗 你说大难不死吧 他没让我死 活过来了 活过来就好好过日子吧 不是打扫卫生也行吗 不是扫大街也可以吗 不是刷厕所也干吗 只要能活着是吧 不行了 当时说的全忘了 这好了以后就到了93年了 北京就开始搞房地产了 原来我一直是做贸易 卖计算机 93年开始房地产了 觉得房地产棒啊 大老板啊 地产投资啊 那跟搞贸易不一样啊 贸易是小钱啊 地产是大老板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地产就是大老板 因为没做过 就一门心思想搞地产 这么着 香港有几个朋友 回到北京了 说你在北京熟 朋友多 认识领导多 做地产吧 给你点股 是吧 比你做贸易挣得多 你看病刚好 刚刚在病的阶段 把烟系了 把酒给系了 特恨那个烟啊 特恨那个酒 特恨熬夜 那大夫说了吗 抽烟喝酒生活没有规律 是得病的因啊 是吧 那一想到这个 当时得癌症以后 就觉得恨这个烟 恨这个酒 恨这个晚上不睡觉 去歌厅唱歌 就完全 怕死啊 八点半就睡了 早上起来到公园 练气功 锻炼身体 不喝酒 不抽烟 全寄了 过了三年的健康日子 这一搞房地产又忘了 这烟又拿起来了 酒又拿起来了 又夜夜升歌 天天晚上 这个卡拉OK啊 什么的 当时我母亲就特别着急 病刚好啊 你这个又恢复那种 那种不健康的生活 那时候不懂得孝敬 所以我母亲那时候 一夜一夜地哭 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个大难不死 是吧 三年的治疗这么辛苦 是吧 又吐又什么的 花了那么多钱 全家人为我操心 妈妈爸爸全操头 头发全操白了 每天晚上睡不好觉 你想你这个 儿子得癌症 爸爸妈妈能好受得了吗 当时不懂得孝道 不懂得孝敬父母 不知道当父母的心情 一味地自私自闭 是吧 而且还老训妈妈爸爸 嫌他们啰嗦 嫌他们管我 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妈妈爸爸在一起 就是嘱咐你啊 早点睡觉 少喝点酒 别抽烟 是吧 这个 不听啊 为什么不听啊 因为自私自利呗 因为贪嗔痴慢呗 所以呢 特别伤害母亲 伤害爸爸 他们这时候呢 见我一次 就一晚上睡不着觉 碰到我的同事呢 就问我的情况 因为不敢给我打电话 给我打电话 我就没好气 我就训他们 不耐烦 挂电话 不愿意见他们 觉得见爸爸妈妈 是最不幸福的 最难受的一件事 因为啰嗦 嘚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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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耳朵旁边说 但是爸爸妈妈对我特别关心 老问我的秘书 问我的司机 问我的同事 那我那些司机秘书同事 都骗我的爸爸妈妈 好着呢 挺不错的 每天没抽烟 没喝酒 但是有些人 他就说了抽烟喝酒 说了以后 爸爸妈妈晚上就睡不着觉 那个不孝敬 不了解父母 不爱父母 现在想起来 真是特别特别地后悔 今天爸爸都不在了 他老人家为我操这些心 为我受这些罪 想起来真是 心底头 无限地忏悔 无限地忏悔 怎么补偿 都补偿不过来 所以没学佛 不懂道理 不懂事 对亲生的父母 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你有病吧 就为你操心 我妈妈每天给我送饭 送粥啊 送咸菜啊 陪着我 工作都不上 班都不上 比我大24岁 白发苍苍的 成天手络 领着我去检查 跟大夫谈话 求大夫 帮助我会诊 帮助我请医生 那好了呢 你得效仰父母了吧 得报父母的恩吧 不懂 一头扎在房地产 出国吧 然后打网球吧 去歌厅吧 喝酒吧 抽烟吧 糟蹋自己 不懂得这个身体呢 是爸爸妈妈给的 你好了 爸爸妈妈才好 你不好 谁最操心 爸爸妈妈最操心 这 这就搞上房地产了 觉得人生最高的享受 是当地产商 当投资商 当大老板 这个楼也盖了 在北京 盖了12万平方米 又有商场 又有写字楼 这个时候呢 自己呢 就 就开始 就开始变成 从这个 癌症 生理上的一个疾病 好了以后呢 心里又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 86年开始 一直到97年 这11年 你想 做买卖 出国 得病 做地产 这11年 都没闲着 天天在生活 在刺激当中 天天生活 在这个竞争当中 天天生活 在贪神吃慢当中 紧张 焦虑 求爷爷 告奶奶 这个 所以呢 到了97年的时候呢 精神上就出问题了 就得了焦虑症 焦虑症 那么 怎么发现自己是焦虑症呢 就觉得好像 不想活 特别是晚上睡觉 这个 喝了酒以后 九点钟吃饭 九点钟就喝醉了 当时自己呢 实际上很不愿意应酬 但是呢 这个 没办法呀 求人呢 求人得应酬啊 应酬呢 又不愿意去 又讨厌应酬 但是又不得不应酬 所以应酬的时候呢 就喝酒 麻醉自己 这个 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自己呢 飘飘然 如醉如仙 那么呢 这个饭桌上呢 自己就觉得 非常的放松了 英文叫relax 非常relax 那么在饭桌上呢 就讲那个笑话啊 黄色的故事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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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啊 但是呢 十次吃饭 起码得有一半的 都得喝多 不是吐在餐厅吧 就是吐在车里头 到了家呢 就睡 到了家呢 都下不来车 就醉成那样 醉生梦死 在车里睡觉 能睡到下半夜三点 司机也不敢叫 怕发脾气啊 也走不动了 就天天醉生浪死 就是这个 为什么呢 心里不舒服 想借酒交愁 喝多了人就舒服了 喝多了人就放松了 喝多了人就不想那么多了 就是借酒交愁吧 其实呢 愁更愁 不解决问题 那么到了晚上醒了以后呢 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就老责怪自己 为什么 就是批评自己吧 为什么今天在饭桌上 说瞎话呀 为什么今天打骂服务员啊 为什么自己今天 对客人这么不礼貌啊 而且觉得做生意很苦啊 成天求人啊 很累啊 要把自己放得很低 很卑微 就是我们北京讲话 当孙子 觉得没劲 低三下四 求爷爷高奶奶 觉得很委屈 为什么要过这种日子呢 我一定要这样 结束我的一生吗 那这酒醒了 他就想这些东西 难道我就没有另外一个活法吗 就要这样一直下去吗 就一辈子要求爷爷告奶奶吗 那时候已经有钱了 有那么多钱 又有什么用呢 是吧 我又花不了那么多钱 我又用不了那么多钱 钱给我带来 没带来幸福啊 给我带来全是压力 痛苦 麻烦 焦虑 半夜醒的时候 良心 有些时候就会发现 就会想起来 小时候爸爸妈妈对我的好 想到我生病的时候 爸爸妈妈对我的照顾 我现在没有时间照顾他们 我在用时间干什么 就老想这些问题 就纠缠不清啊 就百思不得其解 剪不断 理还乱 久而久之呢 就觉得人生没意思 所以到了半夜三点钟啊 有些时候觉得特别绝望 因为什么呢 天一亮 一上班又要面临这种生活 特别痛苦的生活 所以觉得还不如死了呢 所以呢 我就老想死 特别是很绝望的时候啊 就老想死 这个 而且呢 讨厌工作 上班吧 看谁都不顺眼 看秘书不顺眼 骂秘书 看司机不顺眼 骂司机 看爸爸妈妈不顺眼 骂爸爸妈妈 到餐厅不顺眼 就能把那个桌子掀了 盘子里有个头发丝 这点小事 就把那桌子掀了 当着客人的面 做的那些事啊 所以我后来学佛以后啊 我很多的朋友 亲戚 邻居 邻居 领导 同事 同学 都说我简直像变了一个人 他们跟我描述我当年那种状态 我现在听起来都吓得出汗 我怎么会那样呢 我怎么会这么做呢 都不相信 就像一场噩梦一样 得了焦虑症了 我就有一天周末在家看报纸啊 在北京人家搞疫诊 什么叫疫诊 就免费给这个心里有疾病的人看病 这报纸上登了广告 说中老年人呐 百分之四十七的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心里疾病 什么心里疾病啊 三种 焦虑症 抑郁症 恐惧症 而且那个报纸吧 那一版把这三种症状都给列出来了 我这一看 哟 我说我这不就是焦虑症吗 我全对上了 他说那个焦虑症的症状 我全有啊 比如说腿哆嗦 老跟着哆嗦 比如说看电视 一个台看不了十五分钟 老跟着跳台 比如说老悲观 沮丧 心里头老是觉得悲观 再一个呢 有自杀的这种欲望 我这也有啊 而越是亲的人 越对他态度不好 我也是 司机秘书父母 而且呢 见什么都烦 哎呦 我一看 我这不就是神经病吗 啊 我这追了一辈子了 是不是 最后闹了 钱也有了 国也出了 地产也做了 是吧 癌症也好了 你好好过吧这日子 不行 得上焦虑症 你说这个 这一辈子混到现在 我要跟别人说 我有焦虑症 我还不敢说 说的人 你得笑话 你这种条件还得焦虑症 大学你也上了 研究生你也考上了 是不是 国外移民也有了 对不对 又做买卖 挣着钱了 得病又好了 这么大的病 你还得焦虑症 你要得焦虑症 谁不得焦虑症啊 那天底下人不都得得焦虑症了 是吧 我就跟各位同修说的什么意思呢 这一生追求的这些 上大学名闻立扬啊 这个做生意挣钱呢 是吧 当大老板呢 那时候奔驰车能坐了 头等舱能坐了 到酒间 豪华套间也有啊 是不是 这个司机秘书 家里的佣人 都一大堆啊 幸福吗 不幸福 想自杀了 我插队的时候 喂猪的时候 我都没有这样 我得病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自杀啊 我怎么到今天好了 反而什么都有了 倒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 倒觉得生活走向绝路了 闹了半天要死了 我得病的时候 我那么不想死 我现在好了 我那么想死 你说这多大的差别 得癌症的时候 那么不想死 那我扫大街呢 哪怕让我刷厕所呢 我都愿意活着 今天我是这个 是吧 上亿的身家 是吧 这个生活条件这么好 在北京也有头有脸的 功成名就了 反而不想活了 是吧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去 就得看病啊 那时候没学佛呀 那个医生没找对呀 找了西医了 心灵内科 诸位 心灵内科 那个科实主任 这个心灵内科 这个石主任 还是我们家的 素氏的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是个女的 我跟他一说完 我这症状 他说 小林哥 你确确实实 得了焦虑症 我说 我有什么办法吗 他说你啊 现在得吃药了 他说这个心理疾病啊 第一阶段 可以不吃药 劝劝你啊 生活环境改一改啊 生活习惯改一改啊 就可以 就可以治好了 但是你今天啊 到了比较重的程度 必须得靠药物啊 来治疗 我说这个药 吃药能管用吗 他说能管用 起码呢 不自杀了 哦 怎么个吃饭啊 给我开了好多种药啊 而且那个药吧 特别precise 特别精确 告诉你四分之一片 你就不能吃多 吃多就造成伤害 因为吸药这东西 不是闹着玩的 你不像中医是吧 他抓一把 大概齐 多点少点 它不影响 吸医那个半片 跟那个差半片差好多 而且它那个吃药非常复杂 四个小时一次 六个小时一次 半片红的呀 四分之一片黄的呀 反正都给你排的满满的 上午吃什么呀 下午吃什么呀 睡觉前吃什么呀 醒了以后吃什么呀 这一天就别干别的了 成天兜里就穿 这么一个纸条子看着 十点了 半片红的 半片红的 下午三点了 四分之一片黄的 切多切少都不行 特别严格 那时候中国的药 还不像西 像现在 现在好多了 那时候它那个 现在的药都有那个隔 一掰就是四分之一片 那个时候没有 一个圆片 你拿刀子切 那个药很硬的 一切就碎了 你这一碎 怎么算是四分之一啊 还得拿舌头 站那个 站着手指头 把那面都得吃了 它少了 那量 受罪呀 而且呢 吃完这个药吧 人就和木头似的 是不想自杀的 你根本顾不上 你一个哈提 接着一个哈提 一会儿一哈 一会儿一哈提 就会抽了大烟似的 没精神的 你哪顾得上死 你顾不上死了 是不想自杀 什么都不想了 连吃饭都不觉得饿 它整个让你呢 就是让你这个神经系统啊 得到很大的意志 得到很大的意志 就是人呢 特别麻木 而且吧 这个 它还有一个什么症状啊 它这个肢体在动的时候啊 你头在转啊 胳膊在动 它会造成很大的 脑子里头造成很大的 轰鸣的声音 砰砰砰 就会打雷似的 你看我们这要上个厕所 现在啊 你翻身不到厕所就完了吗 那时候得病吃药期间 一翻身就 哐就一声响 就好像那个坦克 就开到家里来似的 就是你上一个厕所 光起床到卫生间 得十五分钟 不敢动 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处在睡眠状态 更不能动 我想在座诸位 家里如果有这种 有这种疾病的人啊 一定要理解他们 特别痛苦 特别痛苦 所以呢 任何肢体上的动作 都会造成呢 这个神经的响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响 就神经叫响 我当时就问大夫 我说这个 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 他说这个得这种病啊 就是 就是想得太多 老着急 我说那我怎么才能好啊 他说 按照我们西医的观点呢 叫回避刺激源 所有对你形成刺激的源泉 都要回避 我说那我 觉得见客户特别刺激 他说那你就别见客户了 我说我特别讨厌看合同 他说你就别看合同了 我说我不愿意见我爸爸妈妈 他说你就别见你爸爸妈妈了 那我说那我应该干什么 你就自己弄一间房子住着呗 我说那还有什么意思 他说你有意思就得病啊 你那个病就是那个意思来的 就得让你没意思 你才不会得病啊 我说那我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 四十五岁那年 不是我四十岁 我觉得 那我四十二岁 我说那怎么就 就这么过了 你就得回避刺激 你不喜欢见的人 你就不能见 喜欢见的人多见 光想好的 光想舒服的 想见谁见谁 不想见谁就不见谁 你看这西医 他给你教的 全是对立吧 想见的不想见的 高兴的不高兴的 刺激的不刺激的 他就这么教你 我一听这个 我说那 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 他说你这人怎么老刨根问题啊 跟你说那么多 你也不懂呗 他说这就在我们西医当中啊 叫脑神经地址 脑子里边有地址 知道吗 有address 信息呢 deliver 送到这个地址上 就和送信一样 知道吧 高兴的信息 送在高兴的地址上 产生喜悦 不高兴的信息 送到不高兴的 全经地址上 就产生不高兴 我说那我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你这地址 发生错误了 那高兴的信息 老给你送到那种 不高兴的地址上 不高兴的信息 老给你送到高兴的地址上 我说那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怎么就我这种高兴的信息 怎么老给我送到不高兴的地址上 这就没法解释了 每个人不一样 上海人讲话 搭错了神经 是吧 正确的幸福的搭在不高兴上 不高兴的搭在高兴 你说喝酒抽烟 这都不高兴吧 他给你搭在幸福的地址上 你孝敬爸爸妈妈吧 这幸福的事吧 他给你搭在不高兴的地址上 所以你不就颠倒了吗 这西医这么解释 就是脑信息地址 发送出现错误 他说你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 而且得终生服药 不能不吃 你不吃啊 有一天你犯病的时候 你可能就自杀了 终生服药 这个药你一旦吃上了 你就不能不吃 什么时候捡得 听大夫 那焦虑症 你说这个爸爸妈妈 跟着我这么几十年 多受罪啊 不省心啊 出国移民 见不着儿子 想孩子 回来了你都好好过呀 抽烟喝酒 得癌症 得癌症好了 你做了地产了 你好好孝敬你爸爸妈妈 你有钱了 你也不着急了 对不对 钱这一辈子也用不了 两辈子也用不了 三辈子也用不了 你好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吧 不行 得焦虑症 你这一得焦虑症不要紧 爸爸妈妈都得跟着焦虑啊 你这老要死要活的 那爸爸妈妈能好得了吗 所以说 真的 我们但凡有点什么事情 最对不起的 就是父母 这是我是真有体会 这怎么说都没法 都表达不了 这份对父母的这种歉疚 这种 这种惭愧 这种自责 现在想起来真是 真是 不是学了佛呀 真是学了 这一人学了佛 我一人得救了 爸爸妈妈都得救了 他们特别高兴 放心极了 现在孩子懂道理了 是吧 坏事不会再干了 做了一个明白人 有些时候我妈妈还劝我喝点酒呢 儿子喝点吧 别老那么当清教徒了 那么苦 这好葡萄酒 你就一点都不喝了 你看 他还劝我喝点 吃点肉吧 一点肉都不吃 能营养行吗 当父母他就是操心 你不学佛他操心 你学了佛他还操心 这就是父母 但是呢 他现在见着别人就说 他说我儿子现在成圣人 圣人 每年挣的钱 一分钱不要 做法宝 中午啊 就是一个锅 粉条豆腐白菜 天天都这样 每天中午 这儿子你就 你就不吃点别的吗 我妈不用 我这一锅就够了 早晨吃点什么 蔬菜汤 拌豆腐丝 中午呢 一个砂锅 煮点豆腐白菜粉条 晚上都不吃了 这老太太心疼啊 觉得你这挣了钱了 这么大岁数了 你怎么到不吃不喝了 用不着了 确确实实用不着 所以这妈妈经常到办公室 一会儿送点水果呀 到处给我找着素食 什么点心啊 花生啊 什么紫菜啊 等等这些零食 那么 就是自己这个变化 那么到了07年呢 接触了佛法 哎呦 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个呢 这个焦虑症 好了 怎么好的呢 三宝加持 一个呢 焦虑症它还有习气 不是说好就好 那么还会犯 那么还会犯嘀咕 心里还会悲哀 还会绝望 还会呢 看不惯 还会不舒服 这种焦虑症啊 还会有 但是一有了以后 你就念佛 就拿着四字佛号 六字鸿鸣啊 就把这种焦虑 全给它换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不想的了 就想阿弥陀佛 其实焦虑症 是一种习气 什么人得焦虑症啊 自私自利 到了极处 真的 我是得了焦虑症啊 只想自己 心里只有自己 的人得焦虑症 为什么呢 你有时间焦虑 你要拿这个 得焦虑的时间 去想想爸爸妈妈 你还有功夫焦虑吗 你拿这个焦虑的时间 去想想同事朋友 你还有时间焦虑吗 自杀 焦虑 其根本的原因 就是自私自利 走到了 跟自己相反的那一面 自私自利是为了自己 最后自私自利 不仅没有为了自己 反而害了自己 害了自己 两个极端的现象 一个是自杀 第二个就是焦虑 第二个就是精神出症状 这是自私自利 走到最后两个恶果 极端的恶果 要不然自杀 了此残生 要不然焦虑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 这个事业很成功 这个功成名就 但是呢 确确实实有焦虑症 不同程度的 那么到这儿来请教我 其实世界上的事情 有这么复杂吗 要吃好几种药 什么四分之一片 二分之一片 没那么复杂 大到国际 小到家庭 以致 具体到我们个人 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障碍 所有的对立 所有的不顺 因为什么 两个字 自私 我有很多当领导的朋友 我知道我这学佛 学传统文化 经常跟我座谈 他们基本的理论 就是说这个东西 是老东西 过去的东西 几千年的东西 到今天这个社会 还管用吗 现在是信息社会 科技时代 全球都进入到 网络的时代了 您说那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这行吗 符合时代的变化吗 符合今天的社会吗 学这东西 能解决问题吗 我就说 凡是问我这些问题的人 我说那您的意思 这老祖宗说的东西 就错了 是吧 不对了 不是放之四海而接准 那是过时了 我说那你们 都担任很大的领导职务 都负责很大的工作 有很高的权利 管很多的人 你们自己也有家庭 也有孩子 我听了听 我听了听跟你们在一起相处 你们的言谈话语当中 你们所议论的人 你们所议论的事 你们所讨论的工作 你们所遇到的麻烦 我听了听 没有一个 只要是麻烦 只要是问题 只要是障碍 没有一件事情的背后 不是因为自私造成的 我说你们可以举 你们工作当中遇到了麻烦 哪件事情不是因为人的自私造成的 如果不是 你们举出一件 说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人的自私造成的 这个麻烦 这个困难 那我说没别的 三千年前的释迦摩尼佛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 伊斯兰教的创教人 莫罕默德 基督教的耶和华 骗人 骗人 他们三千年前左右 来到这个世界上 创立他们这个教 这个教育 说什么呀 异口同声 自私害自己 不自私才是帮自己 没别的 没有比这个再多的了 我说你们能不能举出例子 国际上 美国打伊拉克 那是制度问题吗 那美国的制度那是最好的了 民主制度啊 监督以制约啊 三权分立啊 又科学又民主 美国呀 我怎么样 美国打伊拉克 为什么呀 那不是这个制度下 产生的一个结果吗 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 他举的借口是什么呀 说有生化武器 萨达姆 有这个原子弹 有吗 十年后真相大白了 说不是 是因为战略资源的问题 所以布什总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那还是为了争夺资源呢 要不为了争夺资源呢 那他就不发动这场战争 那争夺资源 争夺谁的资源呢 争夺别人的资源 为谁所用 为己所用啊 那不是自私造成的吗 那你说说那个日本的核电站 这个是不是自私造成的 对不对 对全球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对不对 辅导核电站 第二号这个反应堆泄漏 这跟自私有什么关系 我说日本52所核电站 提供整个日本三分之一的电力 电干嘛用的 为人类服务的 服务些什么 日本有马桶 每一个马桶都通电 让它热 对吧 24小时消耗电 让这个坐垫要热 人要舒服啊 人怎么能坐冷马桶呢 真正用这个 坐在马桶上 使用马桶的时间 一天有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不到 23个小时在那stand by 在那等着 日本一亿两千万人 三口之家 四千万个马桶 这还咱还不算 什么公共场所 不算什么酒店 超市 不算什么这个office 咱就算四千万个家庭 四千万个家庭 咱们就算一个家庭 一个马桶 那一个马桶的一个店 得消耗多少电 人类就为了这么小小的 舒服 坐垫温暖 那不得用电吗 电不够用怎么办啊 发展核电吧 核电的出现 是为了满足人们什么呢 不应该有的 过分的奢侈的欲望 佛说错了没有 贪是不是毒 如果人类 日本人 能够把对电的依赖 减少三分之一 而这三分之一 绝对是没必要的 绝对不是生活所必须的 就像马桶一样 日本的大街小巷 全是卖 卖冷饮或者热饮的机器 在座诸位都知道 是吧 一塞了钱 热的coker就来了 一塞了钱 热的牛奶就出来了 一塞了钱 冷的可乐就出来了 这都需要电 日本大街小巷 这个冷饮机 Drinking water 耗多少电 这些电都需要发电 难道说 这不是因为人自私造成的吗 如果日本人不那么自私 考虑到我这个核电站 一旦出现问题 会对邻国 会对整个世界造成的灾害 我节约一点 我省一点 我不弄那么多核反应堆 我减少掉危险的源泉 和潜在的风险 那就是不自私 只管自己舒服享受 不管地球 不管他国 不管其他人 这是不是自私 美国科学家说 如果日本的核电站 52所 全都像福岛这样泄露 地球连草都不长 地球连草都不长 那我们就要问 世界今天的灾难 还有什么比地球连草都不长 有更大的灾难吗 还有比这个灾难 更大的吗 没了 草都不长 日本 你还甭算 其他国家的核电站 就日本这52所 核电站 只要像福岛这么泄露 不能说日本没有了 全世界连草都不长 你更说粮食了 没了 我就跟这些领导谈 我说这不是因为 人的欲望造成的吗 释迦摩尼佛说 如果简单说 人的烦恼无量无边 如果简而言之说 贪嗔痴慢疑 邪见六个 如果再简单到三个 叫贪嗔痴 如果三个再简 最后一个是贪 我说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我在北京啊 因为我很多领导朋友 同事他们都不学佛 我说释迦摩尼佛 我听佛说贪是毒 你们觉得吗 我说真是 那肯定呢 我说现在 中国这边统计了 结婚不到一年的 就离婚的 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 百分之四十多 就一百个年轻人结婚 不到一年离婚的四十 Forty percent 这还了得吗 这两口的 你看我有一个老领导啊 他是负责这个 负责公安工作的 管警察的 管警察 警察找对象不容易 找媳妇不容易 为什么 警察太忙了 是不是 警察忙什么呢 抓坏人 破案子 维持社会治安 我就跟着老领导谈啊 有一天他跟我说 今天真磨脑 为什么呀 以后我再也不干这事了 我说您不干什么事 您给我说说 这是我特别好的一个 朋友加领导的老大哥 去年啊 春节 说我们公安系统啊 给警察做点好事 介绍点什么呀 介绍对象 让他们结婚 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对吧 500个干 150个警察 找到对象 是什么呀 领导帮忙的 跟这些国家其他 比如像纺织厂啊 学校啊 这个老师啊 他们联系在一起 互相之间都认识了 认识以后 这个就结婚嘛 这领导很高兴啊 对不对 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把这些找不着对象的警察 跟这些女孩子们 弄在一起 成立家庭 这也算一个德政吧 也算一个善举吧 天底下还有比这个 成人之美更好的事吗 没了 对不对 让人成立家庭 带来幸福生活 结果到了第二年的春节 我们跟这领导见面 领导说 他以后再也不干这事了 为什么 去年的时候 集体婚礼 大家在一体结婚 他是证婚人 结婚证书上有他的名字 这一年以后 有离婚的也得找他来 您给我们证明一下吧 我们不在一起过了 结婚的时候高兴啊 欢天喜地啊 到离婚的时候呢 反目为仇啊 结婚的时候 他高兴 他没有想到 这是人 这些领导帮我弄的 对不对 高兴很快就忘了 现在这些人 现在这个众生哪知恩呢 说我这个婚姻 我这个美满的幸福家庭 是领导帮助解决的 领导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高兴的时候 想不到领导 这要一离婚了 就骂领导 你看看 要不是他 我怎么会找 这么一个倒霉的呀 这是冤家呀 对不对 你们领导 我们一辈子没干好事 把你这个冤家给了我 这领导多冤呢 你说 领导说 我再也不干这事 我就帮着领导分析 我说 这为什么离婚率高 你知道吗 再一个 咱们再往深了挖 再往深了 咱们分析 为什么警察找不着对象 他说没时间呀 太忙啊 我为什么那么忙 警察忙什么 忙坏人呢 警察他不忙好人呢 我为什么坏人这么多 让警察忙得连结婚都结不了了呢 他说那因为经济发展呗 是吧 现在钱多了呗 钱不是好东西呗 钱把人交坏了呗 对吧 现在改革开放了 对不对 地痞流氓也多了 小偷 劫匪也多了 我说您这只说对了一半 钱多可不一定是坏事 那释迦牟尼佛也 那钱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国王啊 王子啊 我说李嘉诚先生 人也有钱呢 人那钱盖了深圳大学 人盖了观音庙啊 关键没教育 我跟这老定导说 所以警察忙 我说 我说你看啊 咱们算一笔账 06年 中国啊 案子办不过来 案件太多了 到了法院 所以当时开两会的时候 人大代表 政协代表 意见很大 说有案子 你们公检法系统 判不过来 所以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06年呢 中国提出一个口号 叫办案年 这一年 一定要把案子全给办完 不能有积压 大家知道 中国一个审判员 一年要判多少个案子吗 因为我原来在法院工作过 我有很多法院的朋友 一年365天 1200个案件 您这还别算休息 你要把52个周末再一刨 230天 230天判1400个案子 一天6个 6个 我说的这还是民事 还不包括刑事 这六个 您光起草那个判决书 你一个小时起草一份 光起草的判决书 你得起草六个小时吧 他办案子 怎么会有质量呢 他怎么能够搞调查研究呢 他怎么能够细致又细呢 他怎么能够避免 没有冤假错案呢 所以说中国的判案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腐败现象 他忙不过来啊 那谁给钱 就按着谁的意见办呗 我说 06年办案年 到了07年 政协代表 人大代表 又提一件 说这个案子是判了 判决书给了 案子得执行啊 对吧 你比如你欠我钱 判了 你该还我钱 那谁去把他的钱 拿到我这来呢 给法院呢 法院得执行这个判决 没有执行 这个案子判了 不等于白判吗 对不对 受害的一方 得不到利益啊 我是他错了 我对了 那他得赔偿我 那赔偿的执行 得靠法院来执行 法院没有力量执行 所以人大代表 政协代表 有意见 说执行不利 开门两会了 说2007年执行年 这一年啊 主要的问题 是要把06年 判的案子 要执行了的 执行了 08年呢 那执行呢 就得有人住监狱啊 是不是 得抓回来啊 得判刑啊 判刑的3年5年 咱们得让他住进去啊 他不能在外边 扶行啊 他得到监狱里边去扶行啊 监狱又不够了 没地方 犯人太多 那怎么办 各地 征地 盖法院 盖监狱 而且 因为案件太多 所以警察要多招 检察院要多招 法官要多招 侦查手段 设备 都要扩 因为犯人太多了 处理不过来 他必须得借助科技 没有科技 根本处理不了 这么多案子 这得花钱啊 你盖监狱 也得花钱啊 你增加警察 也得增加开支 法官也一样 检察官也一样 所以 国家大量的钱 全是上税人的钱 花在这边 怎么样呢 很累啊 供监法很辛苦啊 特别辛苦 为了维持社会治安 为了抓坏人 管犯人 判犯人 管理这个犯人 我说这就花 这就很累 花了很多上税人的钱 另外一端呢 教育 从小教孩子自私自利 教孩子贪嗔吃慢 教孩子竞争 教孩子这个斗争 教孩子搞这个对立 培养 电视上也是这个 报纸上也是这个 杂志上也是这个 家里讲这个 学校讲这个 到了单位上班 到了企业 到了机关 还是搞自私自利 那你看 一方面 你用上税人的钱 盖了公检法 盖了监狱 把这个老百姓 把这个人民 犯了法的人民 抓起来 判了刑 关起来 杀了他 一方面呢 你又用上税人的钱 去教育他学坏 给他送到犯罪的道路上 让他在犯罪的道路上 高速向监狱走去 这两头的钱 可都是上税人的钱 对吧 你说教育不是也是上税的吗 公义务教育 九年呀 家长拿出那么多钱 来培养孩子 学校 国家拿出那么多钱 培养孩子 社会拿出那么多钱 来培养孩子 结果培养孩子 是干嘛呢 自私自利 好的 不住进监狱 反正就是两院吧 不是去法院 就是去医院 我不就去了医院了吗 要不然再饿的就去法院了 第三个地方就是火葬场 那就没别的了 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 中国的古人可不是这样 我们比较比较人家 从小孩就教育 弟子规 教育你为别人 教育你克己 克服自己的自私自利 落实弟子规 人是学坏的 人就能教好 人能教好 整个末端都轻松 单位轻松 国家轻松 社会轻松 公奸法也轻松 咱们师父上人 在讲经的时候说 六十年前 他去台湾的时候 整个台湾省 一年的案件 不到两千件 一年呢 台湾省了 两千件 他说今天 他前年致牙 跟人家高雄市市长聊天 还是哪个市都忘了 一天就两千件 只是高雄市 那这警察够用的吗 这法院够用的吗 检察院也不够用的 那现在教育很发达 老师也很多 学校也很多 教人什么呀 教人学坏 那坏人就去坏地方啊 对吧 那就是 公奸法就得发达 就得扩充 那 不就这个 我就跟我这领导说呀 我说关键的 还是在教 我说您 跟我这么多年 我原来没学 弟子规的时候 是吧 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学了弟子规 是什么样子 奇迹的变化 绝对不可思议 你怎么今天 就能变成这样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 你觉得这样 变成变成这样 你多亏呀 你多委屈自己 是吧 挣了钱不花 有东西不吃 是吧 光想着别人 是吧 你多亏呀 你这一辈子来到这 多 You are lost a lot 你损失太大了 是吧 你真觉得乐吗 我说我真觉得乐 他说为什么呀 我说 我说反正佛法这个东西 特别不可思议 是吧 我说英雄所见略同 我说那基督教耶和华吧 他说什么呀 他不是学佛的 他不是佛教徒 但是他在圣经上 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 你必在付出中 得到你所期待的快乐 你必在付出中 这非常肯定啊 你一定 在付出中 付出给予 得到你所 你所希望的 你所期待的快乐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期待的快乐 对吧 家庭幸福 事业发展 孩子听话 身体健康 这都是我们所期待的快乐 那么这个期待的快乐 你从哪能够得到呢 耶和华说 你必在付出中 得到你所期待的快乐 耶和华 跟释迦摩尼佛 没有手机 也没有网络 他们也没有QQ 也没有微博 那释迦摩尼佛 那释迦摩尼佛说什么 布施 六度当中的第一度 布施这一度 叫做什么 欢喜行 那布施 给你带来欢喜 那释迦摩尼佛 跟耶和华 说的是不是一桩事情 你看 你必在付出中 得到你所期待的快乐 释迦摩尼佛说 你布施是欢喜行 欢喜什么呀 你得到你所期待的快乐 快乐就是欢喜 所以中国有一个大企业家 那比我这买卖要大多了 我这一年两个亿 他一年一百多个亿 是我的五十倍 做超市的 女老板啊 比我小十岁 她有一天问师傅 她第一次见师傅 没病 你不会找大夫的 她问师傅 她说我特别不快乐 我特别不高兴 我现在这么大的买卖 上百家超市 一个超市 一年的营业额 就一个亿 那还了得吗 那你说说她 这太大老板了 一百亿啊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接见她呀 要名有名 要利有利呀 她跟师傅说 她说我一点都不快乐 师傅说你舍 你布施你就快乐 她没学佛 她说这布施什么意思 师傅说你把你有的舍掉 你就快乐了 人家不到半年 再回来见师傅 说什么呢 零利率 超市零利率 什么零利率 生活必需品 不赚钱 你一块钱进来的吧 是吧 加上管理成本 一块二 就一块二卖出去 不赚了 什么赚钱 化妆品 奢侈品赚钱 化妆啊 香水啊 是吧 高档衣服啊 不是生活必需品 她那个该挣多少钱 挣多少钱 怪怪 那不得了啊 现在国家提倡什么呀 维稳啊 维持国家的稳定 安定团结啊 她这是善举啊 上百家超市零利率 不挣钱啊 那你说 国家领导人 党和国家 对她得多好啊 为人民服务啊 等于白干了 而且超市 毕竟是生活必需品 要多于奢侈品 你看她就能做到 这第一个 然后生意 一切就扩展了 这可了不得了 你想老百姓都知道 她那是便宜 都到她那去买东西 都到她那买东西 她是不是采购的量就大 采购的量大 她得的折扣就高 对吧 你同样都是这个 一百袋南粉 你一千袋南粉 跟一百袋南粉就差多了 那折扣就不一样 所以 所有给她供应的那些商人们 英文叫subcontractor 她的分包商们 都把最好的东西给她 为什么 她大客户啊 重视她呀 给她最好的价钱 最好的服务 而且都知道她是零利率 都想跟着她一块做好事 她知道这个老总 挣钱不为自己 德不顾地有林啊 她有德行 就有德行的人来呀 就支持她 就愿意帮助她 你不计较了 别人就不计较了 你没对立了 别人就不跟你对立了 所以说现在 很多人就埋怨政府 说这个政府真差劲 这个政府真不好 埋怨总统 埋怨国王 人民不能埋怨国家领导人 因为你这样 low quality的人民 就配这样 low quality的政府 政府也不能埋怨人民 说人民现在不好管 人民现在不懂事 人民现在自私自利 有你这样 你这样的quality的政府 你只配管 这种quality的人民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吗 有什么样的政府 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有什么样的人民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你看 这个 这个老总不就这样吗 他这艺人行善了 他那些供应商 原来跟他计较的 跟他算账的 冒伪劣的 给他那个倚次充好的 人家全不干 人家李总不为了这个 对不对 我们人家是为了 做好事给社会 人家盖了超市 不为了挣钱 这么好的好人 我还坑他 我好意思吗 我在骗他 我能这么做吗 所以孔子说 德不顾 必有林 当年的周朝 享国八百四十七年 周朝洛阳那么大 那他有八百个诸侯国 向他称臣 纳贡 每年给他钱 那周朝没有往别的国家 派军队 没有什么政治经济上的干扰 没有给过一分钱 没有派过一个兵 为什么这八百个国家都喜欢他 因为这周朝的三个圣人 有德行 制定了一部非常好的宪法 叫做周礼 这八百个国家到了周朝 学习了周礼以后 把周朝管理人民 管理国家的先进经验 拿回国以后一试验 不得了了 国太民安 风调雨顺 这么着 那八百个诸侯 奉他为天子 把他当为领袖 不是靠武力 也不是靠经济 所以今天美国这种做法 是错了 你得靠德行 那个中国的大老板 做超市的 他就靠德行 完了半年以后 觉得特别欢喜 很轻松 原来他天天算计这些分包 你挣了我多少钱 我跟你谈判 我一年给你合同 你得给我减大多少折扣 天天跟人家争了抢了 反正他现在我反正 你给我一块 我加两毛 我就卖了 管理成本 你给我八毛 我加两毛 我一块就卖了 我省心了 我不为自己了 我没有自己 我操什么心啊 我原来跟你争 跟你抢 是因为有我 我现在盖着超市 一百个超市 就是为人民 人民有福 你给点便宜的 人民没福 你给点贵的 怎么都好 没自己就轻松了 睡得着 吃得香 半年之后 向师父老人家汇报 他说师父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高兴过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轻松过 他上百家供应商给他 一个超市 几百家给他供货 原来天天生活在焦虑 恐惧 忧虑当中 算计当中 跟别人争 跟别人抢 跟别人夺 今天没了 我盖着超市 不为自己 没自己就轻松了 完了以后 跟师父 第二阶段 把公司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这好几百 好几十亿啊 他的总资产 百分之二十 拿出来给管理团队 变成他们的超市 这可了不得了 这整个员工 都变成他们自己的买卖了 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 管这个工厂 管这个企业 不用了 你为什么呢 员工的利益都挂钩了 他不是光拿工资啊 他是变成老板了 百分之二十的股 是你们的 对不对 那你们要想挣得多 你们得好好管 你们要想挣得少 公司挣少了 你们就少了 那么等于 他拿着百分之二十的股 给了他的管理团队之后 他还用着急管吗 不用了 自然就有人替他着急了 自然就有人把这个公司 当成他的家了 那收入 收入怎么样 蹭蹭地往上涨了 他把蛋糕做大了 他原来就这么一个蛋糕 他占百分之百就一个 他现在变成两个蛋糕 一个蛋糕拿出去 给员工了 给社会了 自己还能挣一个 而这一个挣得多轻松啊 不操心 不着急 而且美名天下阳啊 胡主席都接见啊 温宗里都接见啊 你说说 名利双收吧 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 那就这个道理 那 我说他的成功 有那么复杂吗 有那么什么MBA吗 什么管理吗 什么现金流动吗 资本管理吗 团队精神吗 绩效考核吗 等等等等 现代的所谓管理模式 管理理念 西方的这些东西 没有啊 人就这两个字 舍得 就这两个字 不失事 欢喜行 三个字 再说白了 就一个字 没贪了 就这样 越不为自己 自己得的利益越高 那我也是这样 我原来 06年学佛以前 一年最多最多 一亿三千万的生意 我学佛六年了 每年都两亿五 翻一翻 是吧 我没学佛之前 我卖我这个设备 一年最多最多 卖 两万九千台 没超过三万台 我学佛这六年 到今年第七个年头 零七零八零九 一零一一一二 六个年头 六个年头当中 只有一年 不到三万 奥林匹克那一年 国家开奥林匹克 没有工程了 没有工程了 就不用我们这个锅炉了 所以那年卖了 两万四千台 剩下这五年 年年都在三万台以上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 不仅突破三万 突破四万 达到四万六千台 每一年 原来我没学佛的时候 最多两万九 平均不到两万 我这四万六一年 相当于过去的两年半 不是这个道理吗 而且销售成本 大幅度降低 为什么 你还是这堆人 是吧 你还是这个办公室 你还是这些facility 都没有增加 cost没有增加 原来我卖一台炉子 要七百块钱的成本 我现在一翻两翻 我等于卖一台炉子 只需要三百块钱了 对吧 我三百块钱 成本降低了 我是不是我的销售价格 就能降低 我销售价格降低了 是不是我在市场上 就更有竞争力 我比别人便宜 我比别人便宜 那不一样 五千块钱的炉子 你便宜四百块钱 就百分之八 这在招投标当中 你比别人便宜百分之八 这就是很大的竞争性了 人家一块钱 你九毛二 对吧 而且我还每年拿出一百万来 专门给那些修不起炉子的 那些困难户 没钱修炉子 免费 你炉子坏了 到我这来修 labor不要钱 spare path不要钱 公不要钱 件不要钱 多长时间 终生 lifetime 只要你困难 那不能说你困难 就是困难 我到政府 我到那个政府 政府去拿那个单子 政府人有登记的 有那个list 谁家困难 谁家困难 国家也有补助 我把那个单子拿来 我就放到计算机里边去 凡是这些困难的家庭 要修炉子 一律免费 工和件都不要 而且终生 我们管这种户叫做爱心户 一年一百万 到今天都用不了 我天天批评我的夏季 你看给你们钱都花不出去 你们就找不着谁困难 工作做不到家 你看我每 我到了 我到了泰国 我的手机 每天给我发短信 今天发现了多少爱心户 完不成任务 你看一年一百万 一个月得八万呢 他找不到那么多人呢 工作不深入 不太了解情况 我干公司97年到今天 06年以前 诸位 我一面表扬的锦旗都没有收到过 大家知道什么是表扬的锦旗吗 就是老百姓 我做了好事 给我送个旗子来 谢谢你 真诚服务 热心对待我们 雷锋精神 为人民服务 就这个表扬 我现在那个锦旗 多的都没地方挂 就每个月就能好几十面锦旗 为什么呢 修这台炉子得一千块钱 我不要钱 我不仅不要钱 我还终生给你免费 我不仅终生给你免费 我上门服务 我还给你送弟子归 我还给你送新世纪健康饮食 是不是 我还给你送老法师的这些光盘 这一套光盘也上百块钱 我告诉你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今天生活困难 为什么福薄 不会修 你做到弟子归 就没那么薄的福了 福越修越厚 我们三十万用户 在北京 一年上门服务十万次 上门服务考核员工的 第一个标准 就是讲伦理道德传统的 这些光盘 送出去没有 没送出去 等于没服务到家 不及格 必须得把这些盘送 你像蔡老师 定红法师 师父上人 刘玉律老师 这些老师做的光盘 我们都给他做好 非常精美 上门服务 修好炉子之后 给人送一会儿光盘 各位 三十万用户 没有一件官司 不容易啊 您问问三星 Samsung 您问问Elex 您问问西门子 他们的洗衣机 他们的电冰箱 有没有官司 胡晓林 三十万用户 而且我的用户 全是low class 全是政府 救济的项目 最没有钱的 微改吧 微房改造 贫困户 微改小区 经济试用房 全是政府盖的房子 给那些没钱的人住的 最容易发生争执 发生争执 八个字在公司提出口号 逆来顺受 吃亏是福 本着这八个字 无往而不利 你还有什么矛盾 矛盾就是不愿意吃亏呗 吃亏不就没矛盾了吗 做买卖有多大的麻烦 没什么麻烦 吃亏是福呗 说这家不应该 这家 你看那炉子到冬天 那上面写的instruction 指示注意事项 不能停水 停电 停气 一停了 那炉子就会被冻了 这一冻了 这炉子就会坏 那个水泵 它里边有残留的水 这个残留的水 跟没有水的地方 它的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水的地方 就会磅 就会涨 一涨就把这个泵给涨裂了 那这属于违规操作 不应该的 因为有明确的指示 不能断气 不能断水 不能断电 它泵 低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 它就自己启动了 它自己就启动了 就让泵不要被冻 那你把这三个东西一拔了 那个泵它就不冻了 没电了 没电了就容易被冻坏 冻坏了这个责任 legally 从法律上来讲 是小业主的问题 跟我们没问题 那换一个泵 一千多块钱 那个炉子最重要 就是那个泵 那 真有那家庭困难 我有一次在外地 给我发了短信 说我们老两口 一个是半身不随 一个是糖尿病 身边没孩子 孤儿寡母 老两口相依为命 我们一个月 劳保退休金 三千块钱 基本上全得买药 今天这炉子坏了 这么冷的天 是不是 我们打电话到公司去了 公司非常感动 让我们非常感动 来给我们修 并且同意 给我们打折 给我们打八折 还得收八百块钱 八百块钱 我们实在没有 我们分两次还 公司也同意了 先给三百 后给五百 非常感激了 让我们度过了 一个困难的 寒冷的冬天 我在外地 我在深圳 我那个经理 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他本来以为 我要表扬他呢 啊 这做好事了 先给人把炉子修了 没给钱 然后呢 人家有困难 分成两次付款 他觉得他已经 做得不错了 我批评他 我说弟子规 你还是没有落实 这么困难的一对夫妇 是不是 你还要三百五百干嘛 我们都给你爱心基金了 都给你这个一百万的 这个指标了 你不把它用在他身上 你在干嘛呢 对吧 你工作抓好抓坏 是另外一回事 弟子规没落实 是工作就做不好 一切法由心想生 人善生意就善 人好生意就好 你得懂这个道理 一看这个胡总不高兴了 这马上就给人 钱也不要了 而且给您立成爱心户 永远免费保修 等我回到北京 又来一封信 孩子老两口 一百块钱的锦旗 送到公司 含着热泪写的信 我们老两口孤儿寡母 现在这个社会 事态炎凉 没什么好人 碰不到热心人 我们今天能 你们能这样对待我们 是吧 我们大出意料之外 后来一了解 你们学了弟子规 听说你们老板是学佛的 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今天的人间 怎么还会有这么好的公司 这么好的人 看来佛菩萨是真的 一点都不迷信 而且我们老两口 也要学弟子规 要向你们学习 78岁了 老两口 人家会问呢 这胡好林学的是什么呀 学的是佛 佛是什么呀 佛是觉悟 谁给我们带来的觉悟 释迦摩尼佛呀 那今天谁让胡好林觉悟呢 净空法师啊 在座诸位 他们会对释迦摩尼佛 什么看法 他们会对师父上人 什么看法 种种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不是在师父面前磕头顶礼 不是在师父面前 这个 给红包 他不要这个呀 按照他说的去做 他说的你做到了 这叫给佛菩萨增光 这叫增灰 您看我现在的用户 我跟大家说 买炉子 人一说这谁呀 这是胡好林 我那些竞争对手 都不跟我招 招标都不来 您知道为什么吗 开发商肯定买他的 他挣钱不为自己 明白吗 他挣了钱 他给人开发商修炉子 开发商没钱修 他就免费给人修 所以我现在招标 国家招标法规定 必须三家以上 这个标才算 才算有效的标 我连三家都招不来 人家没人跟我竞争 人家说胡好林 就给他吧 不争了 知道争他也争不过 他争得过吗 到我办公室 一看那锦旗 一看那一封的人民来信 一大堆上百封的信 一看网站上留的言 我招投标 我不用送别的文件 我就把这些锦旗 这些复印了 把这些信 把老百姓对我那些表扬 我给他做成文件 我说你看看 你愿意买我的 我谢谢你 我用这钱 不搞自私自利 我来帮助社会 帮助国家 帮助群众 帮助人民 你要不给我这钱 也没什么 我轻松 有钱的咱们多干 没钱的不干 心里一点挂碍都没有 所以人家 所以我们怎么报施恩呢 我们怎么报父母恩呢 人家会说 这胡好林谁的孩子 人家说谁谁谁谁的孩子 这就齐了 这就是报父母恩了 对不对 人家佩服你 佩服你什么 你看我们中国人说 这老胡家的老二 老张家的老三 他为什么不叫你名字呀 为什么说你父亲的名字呀 老张家的老大 老王家的老三 对吧 李鸿章 他叫李合肥 整个合肥人民 都因为你沾光 因为出了李鸿章 光荣合肥 所以把合肥这个地名 送到你身上 让你时时刻刻 让合肥人民向你学习 让你时时刻刻想着 我是合肥人 我得给家乡争光 洋人善 即是善 人之之欲四面 对不对 李鸿章做得好 一个合肥给了他 洋他的善 洋人善 即是善 说别人好 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人之之 李鸿章自己知道了 怎么着 欲思免 更加的思免 自己要努力呀 勉励自己呀 别人要知道了他 别人要知道了 向他学呀 那我们今天在北京 三十万个用户 不是说工作不做了 是学佛 就念佛了 爸爸妈妈也不管了 生意也不照 不是 要做得更好 为什么 为佛 菩萨真光 你做好了 就是弘扬佛法 让大家对佛法 升起信心 对吧 现在就是缺榜样 就是缺教练 就是缺好样的 说得多 研究得多 做的人太少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报身 怎么样报父母恩 怎么样弘扬佛法 从我们的一点一滴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 要举心动念 为佛考虑 为众生考虑 我是学佛的 我学了六年佛 老法师天天表扬我 赞叹我 我今天要做了坏事 我今天要举心动念 为自己 我给师父抹黑 我给施亚摩尼佛抹黑 别人看到我以后 这叫学佛的呀 这种佛谁还敢学呀 这种佛我看不学 也就罢了 能这么做吗 鞭策自己 勉励自己 一定要精进 一定要给众生 对佛法升起信心 让大家对佛法升起信心 让大家对传统文化 升起信心 功德无量啊 诸位 所以我们一定要 从现在起 时间不多了 什么人能去西方 我们大家都想去西方 什么人能去西方 不为自己的人 能去西方 怎么做就不为自己了 落实弟子规 就是不为自己 落实弟子规 就是无上菩提本 就是去西方的捷径 没那么难 1080个字 113件事 从哪下手 从孝养父母下手 最后 止于至善 去西方 成佛成祖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